Hello 各位Yellers,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转眼间呢,我们就已经快要过了十年了耶 所以如果再过几天啊,我们就是已经要踏入2020年了 Oh my god,我们已经过了十年了 所以呢,我想要趁这个影片来感恩一下 然后也一起来看一下我在这十年中做什么事情 然后也想激励大家一下就是不管你现在在生活中的哪个阶段啊 只要你能够做出行动,然后有目标的话 你一定可以完成你所想做的事情 OK,那我们呢,就先从感恩开始吧 在这十年内呢,我做了Oh my god,好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想要感恩一些我认识的人 那不用说是这十年内好了 这今年而已,我就认识了好多Amazing people 认识了好多很美好的人 但是首先呢,我先想要感恩我的团队 我的简介师Kevin,还有我的新助理Evan新加入团队的 Oh my god,没有你们呢,可能今年会很... 嗯,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所以呢,我想要花这几分钟感谢你们加入我的团队 然后帮我在今年创造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那接下来,在2018-2019这两年呢 我认识了好多厉害的YouTuber 包括Evan啊,包括Jerry 成为我的好朋友呢,就是Selena 然后我还要感谢Zoe,还有BingBong La,还有Ricky营养师 还有谁,等一下讲漏了就好丢脸喔,Oh my god 然后在今年呢,我去马来西亚,还认识Spar,跟好业,还有市场先生 Oh my god,认识到好多人,就觉得好荣幸 有你们在我生活中 因为发现其实世界真的很大 然后你原本觉得你知道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你知道的并不多 然后可以从这么多的人学习到好多的东西 然后学习到...就是让自己知道 其实你还可以走得更远 让自己知道说,其实你可以创造的更多 你能做到的事情更多,这样子 我真的非常感恩你们,有你们的存在 有你们在我的生活中 所以呢,我就...那现在感恩完了 我现在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十年内我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希望呢,也可以启发到你们啊 启发你们在自己的人生中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东西,这样子 OK,那首先呢,我先换个位置 好像呢,十年前我来想一下哦 是我家刚刚破产 Oh my god,已经差不多十年了 我先把窗帘拉起来,我怕太亮 等一下呢,就...录得不好看 OK,这样子又比较好一点 十年前呢,是我家刚刚破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跟现在的生活 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耶 我还记得之前常常就跟家人 因为钱吵架,然后什么都是钱 钱,钱,钱,讲什么都是钱 然后现在就是生活差很多 然后再来就是呢,在我家破产的时候 那时候我英文还不是很好,我就想说可以怎么趁这个时候 多学一点英文,然后我家就跟我说 不可以,不能学英文 因为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去上 那我就想办法学到英文了 那个时候我就会叫我阿姨 一定要,一定要想办法 就是跟我去学英文这样子 我不管是怎么样,我一定要学 那个时候就任性嘛,就觉得说 Oh my god,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做到就对了 然后我就去学英文了 然后那个,那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好的一个决定 因为会了英文呢,就给我开启了很多个机会 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也让我在刚到台湾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找到一份很好的业务工作 这样 再来就是呢,读完英文之后 那个时候家里的破产的状况更严重了 钱就更少这样子 然后他们原本不是答应我要带我去新加坡念大学嘛 结果后来因为破产那件事情就没有去到了 所以呢,后来我就考上政大 Oh my god,跟你们分享 政大那时候念书 应该大家都知道念书的时候 就是每天每天要念书 然后为了考上你理想了大学 然后后来我就考上政大了 但是呢,我没有钱去念 我也没有钱缴完或高中的学费 Oh my god,我要趁这个机会感恩我高中的老师 我有个高中老师 他就帮我处理了我在高中时候前去 学校的学费,那时候我欠学校六千多美金 然后这位老师呢,他就借我一笔钱 然后他就说无期限 你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 然后我终于在今年还他六千块美金了 我真的很开心,我还他的时候呢 我就是很开心,你知道吗 因为他信任我,所以才会把这笔钱借给我 所以当时呢,我还他那笔钱的时候呢 我真的很感激 就想到,其实呢,我在还他这笔钱之前 我有去过意大利,我有去过很多国家旅游 那在旅游过程中呢,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笔钱我可以拿来还他 那为什么我没有还呢? 就是一直延迟去还人家钱 那后来呢,我就下定决心说 我一定要赶快还他 就是为了要报答他之前 借我钱,然后让我去念大学这样子 这个故事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对不对? 后来我要来台湾嘛 我来台湾没有钱啊 什么都没有钱的,一直讲到钱 我就跟我爸拿了好像几万块的钱 我记得我来到台湾,我找了房子 找了房子后,我买了一台电脑 然后又没有剩多少钱了 我就逼迫自己出去打工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也开始我的YouTube频道 我还记得我跟我男朋友说 我跟你说,你要投资我,你要多投资我 将来我会赚很多钱给你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怂恿他投资给我一个相机这样子 然后我跟他说一人一半的钱 我一半他出一半 然后结果全部都他出了 我很会怂恿我男朋友去投资我 我之前啦,就是他赚的钱比我多 因为他是老外嘛 老外在亚洲赚钱都是比较多的 所以有时候我没有钱的时候 我就会怂恿他去投资我 然后后来我就想办法让自己考上政大 我就想办法来到台湾念书 然后念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钱 我就想办法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那份工作第一次让我接触到 原来我可以赚到这么多钱 因为那份工作是业务嘛 转眼间呢,我就发现自己的收入破两万 转眼间,慢慢的就发现自己的收入破三万,四万 然后突然一瞬间就破了十万,二十万这样子 我就发现说,跟自己之前想象的生活开始越来越近 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在高中的时候骑车回家 然后我骑车骑到路头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象说 自己如果将来月收三万,生活会怎么样 然后月收六万,生活会怎么样 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说六万是很多很多的钱 我就想象自己说,Oh my god,如果六万啊 我每个月可以买什么东西啊,可以做什么 可以给家人带什么样子的生活 然后呢,我就想一直想象,一直想象,一直想象这样子 没想到呢,我大学还没有毕约我就做到了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说,你可以做到 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记得要行动 你有行动呢,这些东西才会变成现实 如果你没有行动呢,Oh my god,你可以想,想,一直想,一直想 但是呢,没有行动就没有成果 然后记得,改变我人生的一本书是秘密 放在这边,秘密,那秘密这本书呢 因为我家刚破产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很卑,很负面 不管讲什么都会吵架,就是很负面很负面啊 就觉得说自己要死了,自己怎样怎样 我家欠很多钱了,然后呢 因为秘密这本书呢,让我就是把我救出来 把我从负面的那个无底洞救出来 然后其实呢,我看完那本书之后 我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很负面的 但是呢,我就是用书中的练习法 一直告诉自己说,可以变得更正面 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把套用在我生活中 然后我就开始接触理财,投资理财这一部分 这个领域呢,我就开始带来更多的价值 Karen 跟 K,嘿,大家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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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 love you too,Baby,I love you too 然後呢,我還有兩隻很可愛的兔子 但是有一隻在今年年出國式了 給你們看一下另外一隻 喔,這一個影片還蠻隨興的 牠在床底下 Hey doctor Hey dog Doctor, you wanna come here say hi? Doctor, come here Come here dog 牠在睡覺不理你 Yoshi, come on OK,牠現在不理我 OK,這是牠平常大便尿尿的地方 很多人問我說我的兔子是怎麼處理大便跟尿尿 牠就很乖啊,牠就是來這邊吃東西 然後尿尿大便 所有東西都在這裡面,而且不臭啦 除非你很懶,又沒有再換那個 換尿盆,牠才會臭 如果你很勤勞的每四、四、五天換一次 牠就不會臭,怎麼會臭呢 所以我很很感恩有這幾隻小動物陪伴著我 然後我非常感恩那我遇到我的男朋友 Oh my god,牠在我的生活中給我幫助了很多 喔,我去巴厘島上課,我也很感恩 我去巴厘島上課 然後給我很清楚知道2020年的目標 然後那個在巴厘島的時候有需要寫一封信給自己 就是把自己想像成你已經達到你的目標的時候 就是2020年年尾,12月31號 已經達到你的目標了,然後寫給自己一封信 然後呢,我在信中寫到我男朋友的時候呢,我就狂哭耶 因為Oh my god,我覺得我很幸運我才遇到牠 我覺得我們兩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組合 OK,然後這是我的,這是我的bedroom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很普通的,我把窗簾換掉 因為它原本來到這裡的時候呢,窗簾是紫色 就很暗,讓環境看起來很暗 雖然我就把窗簾換成白色也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所以我的現在整個房子都很,採光都很好 OK,講到哪裡了?我今天還做了什麼事呢? OK,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呢,我在這十年內我去了哪裡? 首先呢,我先把窗簾拉起來太亮了 OK,在這十年內呢,我去了義大利 在義大利的東西呢,超好吃的 我超級,那個時候沒有什麼錢 就是有錢,但是沒有很多的錢 然後我去義大利之後 現在想回去,我會覺得後悔嗎?不會耶 因為那個那一趟的旅程呢,給我開一下眼界 讓我自己知道一下我喜歡什麼跟不喜歡什麼這樣子 然後呢,後來我就決定說 我就要搬去歐洲住,我要搬去西班牙 但是呢,我沒有萬萬沒有想到就是 我去了西班牙之後,我去了巴薩洛納那 我就發現我不喜歡那裡 所以你可以多嘗試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喜歡什麼跟不喜歡什麼 接下來就是呢,我還去了日本 日本,然後中國 還去了巴厘島,這十年內 還去新加坡,馬來西亞 還有去了...去哪裡? 我還有去遼國 雖然呢,去遼國的時候只是辦簽證而已 所以沒有花很多時間去了解一下那個城市跟國家 我還要去了菲律賓,我還要去了哪裡? 嗯... OK,那現在我們講完這十年內做了什麼 那我們就把距離拉近一點 在這一年內呢,我做了什麼?我達到了什麼? 嗯...今年呢,我們頻道破了十萬訂閱人數! Oh my god,這是一個大里程碑耶! 然後再來就是... 我還記得去年我上傳一個影片如何在兩年內存到一百萬嗎? 那時候我第一個...存到第一個一百萬嘛 然後現在呢,就差很多了 如果你一直持續繼續走的話,你會發現你走的路越來越容易 然後你遇到的挑戰也會越來越多啦 沒有人會不會有什麼時候就是你的挑戰越來越少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你解決完一個問題之後 之後就沒有問題出現,但是其實不是這樣 你解決完一個問題呢,後續都會有很多問題繼續出現 然後你就要需要一直解決,一直解決新的問題 人生不會變得更簡單,只是你變得更厲害這樣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呢,我推出了美股被動死投資課程 然後我們學員已經超過兩千個人了 Oh my god!超級開心的! 然後在今年呢,我也推出了YouTube 怎麼建造自己YouTube事業的課程嘛 然後也有超過三百多個人參加 哎呀!Oh my god! 就很興奮! 然後希望在2020年呢,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來幫助大家來創造出更多的內容啊 然後如果你們什麼內容建議的話都可以跟我說 但是重點呢,我拍了你們就要看喔 不是我拍了你不看,然後一直叫我拍 哎!很多人就這樣子啊,就是叫我 比如說像是我現在講被動收入 然後呢,裡面講到關於聯盟行銷好了 然後就很多人在地下留言說 請拍聯盟行銷的影片,結果我拍沒有人看 就是很愛叫我拍,是我拍就沒有人再看這樣子 OK,那我今天這個影片呢,就是要來結束一下這十年 Oh my god!我們過了十年了耶! 然後呢,希望呢,你對2020年很興奮 然後如果你很興奮的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要立定明年的目標,因為如果沒有目標的話 你會很迷惘,你不知道應該做什麼 記得一定要定目標,然後跟你們說 現在熱死了我穿這個sweater 是因為呢,我知道在台灣目前很冷 所以我穿這個來迎合你們一下 OK,那記得訂閱這頻道 然後我希望你們有一個很完美的2019年 然後呢,我也希望你們2020年呢 會非常非常的完美,然後完成你們所有定下的目標 然後記得,如果你的夢想沒有搭配行動的話 永遠只是夢想,我們明年見,掰掰 掰掰